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迈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搞笑短片 《依赖者》 在一个高贵的紫色星球上 所有秃子都按规章制度有条不完地生活着 所有的动作方向都保持一致 不管是荡秋千还是广场舞 这真的是强迫症的天堂 但一切都被一个绿衣服的小秃子打破了 地上被他弄得满是脏东西 小秃子们整齐地大喊 引来了家长们的注意 孙芬举报小绿的不雅行为 严重扰乱了社区秩序 孩子妈看呆了 在众人的注视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孩子送到了他爹面前 开始嘰嘰嘰嘰嘰 就在这说话的棍子 孩子又跑了 把小兔子们的球鞋都打乱 让他们全都摔到了地上 真是个天才 这么捣蛋的熊孩子 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他被送到了实验室 被三个壮汉团团围住 壮汉将一个转好的魔方 放在小绿面前 小绿竟然给他玩成了个非正方体 小绿爸妈瞎巴都要惊掉了 壮汉无奈地用钳子 夹走混乱的魔方 很显然这样毫无规则的东西 他碰到一下都是污染了他的手 然后又给了小绿一个调色板 正当大家都以为 小绿还是挺正常的时候 小绿一把将调色板盖了起来 借了庄汉们一身的颜料 庄汉们竟然没什么办法 偷偷地在糖果里藏了一粒药 让小绿一起吞下去 经过一阵短暂的抽搐 小绿眼睛都发直了 他看着眼前不整齐的节拍器 迅速地让他恢复了正常 小绿爸妈看着完美融入社区 十分正常的小绿 非常欣慰 小绿甚至还会在他们下棋的时候 把棋子放整齐 真是个完美的强迫症患者 就连摄像头歪了 他都要整一整 爸妈为了奖励他 给他买了一支冰淇淋 他却知道冰淇淋坏了也没有下嘴 因为他没有办法把冰淇淋吃对称 冰淇淋坏了之后 不小心掉在了衣服上 有洁癖的小绿 直接被自己恶心吐了 顺便把那粒药也吐了出来 爸妈都吓坏了 可小绿又仰起了幸福的嘴角 这个熊孩子兴奋地到处乱窜 把社区搞得一团糟 或许是天性被压抑太久 一下子全得爆发出来 爸爸妈妈不得不签署了协议 小绿被关在椅子上不能动弹 他将被发射到茫茫太空 而他的下一站目的地是地球 原来我们上辈子都曾是熊孩子 所以这辈子继承了上辈子的优良血统 成了个秃子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观众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养生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内影 下期见啦